我們現在人就在新北市的瑞芳高宮這邊 也可以看到就在我右手邊的地方 其實有一塊非常大的洞 而這個洞下面就是滿滿的黃土以及砂石崩落的地方 可以看到現在的相關人員已經出動相關的載具 要來這邊鋪設沙包 而且仔細看一下這邊崩落的樹木其實都非常非常高 而且這邊的土石一顆一顆也是非常非常大顆 好像一顆保齡球一樣 好險當時土石在崩落的時候 下方是沒有人員的 因此這起意外是沒有造成人員傷亡 不過現在這起意外也造成這邊的街區是整個的封起來了 現在相關人員只希望可以趕快把這些土石 以及樹木等等的殘骸把它清理完畢 不過值得注意的是現在這個土石崩落的地方 其實距離平礁道是不到10公尺的 因此是要把它清理乾淨是必須勢在必行的 那除此之外呢今天新北市長侯友宜也特別來到新北市瑞芳這邊 也要來視察這邊防台的整備狀況 我們帶你來聽新北市長侯友宜的最新說法 瑞芳在過去12個小時裡面 前台雨量下最多的是在這個地區 總雨量12小時裡面達到338.5毫米 尤其到了現在這個時刻裡面已經下到將近500毫米的這個一樣 所以路邊有激煙水 不過我們興趣的把激煙水排除了 最主要是瑞芳在整個瑞芳高宮的 後面的邊坡有塌陷 也造成土石流滑落的整個狀況出現 那陸宿倒塌已經造成我們路邊的受阻 那我們全力在搶災當中 因為雨還是不斷地下在這個地區 我們比較擔心的是因為這個路面在整個搶修以後 邊坡含水量這幾天已經達到一定非常飽和的狀況 那同時瑞芳高宮後面的教室 因為離邊坡很近 所以明天如果真的要上課的時候 我們一定要在搶災以後 我們也要考慮到學生的安全 如果我們雨還是一直在下 為了孩子們的安全 那上課的地點 對日安高宮的學生來說 一定要把這些邊坡的教室移到其他的地方去上課 避免在邊坡旁邊的教室 因為含氣量不高 那邊坡再度滑落 造成旁邊教室的損壞 以及學生的安全 這是我們最在意的地方 我們可以看到其實現在颱風帶來的雨量 其實在新北市瑞芳這邊已經有劇烈影響 目前是已經突破了360多毫米的狀況 可以說雨量瞬間降下來的雨勢是非常的驚人 除此之外為了要保護校方人員的安全 市府這邊也指示新北市瑞芳高宮這邊 明天的上班上課時間會來稍作調整 那除此之外呢我們也可以看到 其實就是因為像這樣的連續的雨勢非常非常大 導致呢就在這邊的這個土石以及土壤 有非常高的這個含水量 也就是高含水量呢才會進而導致這個土石的崩塌 那現在呢校方也是依照這個市府的指示 明天會稍作這個上班上課的時間作為調整一下 就是希望可以保護來到學校上班以及上課的學童師生們的安全